各位 今日7月28日 星期三亦是7月期指转仓的高峰日 想跟大家讲讲市线 由上周五高位27740点 跌至这周二的低位24748点 三天之内指数已急跌2992点 基本上是超买 所以有点反弹很正常 由昨天的低位24748 反弹到今日暂时的高位25520点 回升大概是772点 相对2992点的跌幅来说 市是反弹了25.8% 以一个技术上的反弹来说 这个幅度是不算特别多 但问题是现在市场的气氛是比较薄弱 而且这次股市的下跌 或者整个大市的下跌 不是纪律上因素造成 是一些政策上的风险 包括腾讯 美团 甚至早前的内访 近期的医药板块都有政策在规范 所以令到资金的部署是比较保守的 加上已经去到7月底了 任何部署暂时调一调 当您知道 薄薄反弹的 好像腾讯 美团 这些 有少少空间的 试试细细细续没问题 但重仓就不要了 顺带一提 如果手上的股份已经很多 还有少少现金 不要再加 因为8月初上市仍比较难测 中文字幕 李宗盛